之前别克引入国内的大型SUV昂克雷 可以说以其霸气的车身 还有相对实惠的售价 获得了相当多人的关注 而这一次别克又走了另一个极端 带给了我们一款紧凑型的城市SUV 也是昂子辈的 叫做昂克拉 昂克拉的英文叫做Anchor 其含义是如果一个歌手表演非常出色的话 观众会要求他返场一次再唱一遍 会喊Anchor 那么你愿意看他再唱一遍吗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第一次灯台表演怎么样吧 在详细描述他的外观之前 我首先注意到了他车尾的这三个字母 AWD 没错 我知道他不是一款纯粹的越野车型 但是既然这辆小车有着这么霸气的外观 他的定位又是年轻人 那我们三菜野又何妨呢 在这样的路面上你根本感觉不到 只是一辆紧凑型的小SUV 它的悬架对于震动还有颠簸的过力非常的厚实 车身在摇摆中的起伏也能够很好的被抑制住 这辆小家伙还真是展现出了一个大气派啊 它的方向盘指向非常的精确 同时也非常的轻柔 绝对不会发生 当前轮压到凹凸不平路面的时候 方向盘打出了现象 四条215 5528的轮胎我知道 对于它来说尺寸是有些太大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让它有一种迷你大脚车的感觉 所以一些崎岖的路面 甚至是比较坚硬的实块 你都可以放心的压过去 丝毫不会觉得心疼 所有的震动都被它这厚实的轮胎 还有扎实的层架 以及舒适的座椅一层一层的化解掉 传到你车内的绝对是你能够接受的 它的1.4T发动机在2000转 无论完全介入以后 会发出200牛米的最大扭矩 这个时候 它拖着安克拉在这种崎岖的土路上 快速前行 真的是太轻松了 当你遇到比较大的障碍的时候 比如说前面这个 你是要先制动 等过去之后 然后再起步 问题就在这一停一起之间 出来了 它的变速箱 我知道 它的变速箱使用了第二代的技术 但是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变化 反应还是慢半排 本身 它的1.4T发动机排量就不是很大 再有一个涡轮 所以需要一定的响应时间 再加上变速箱 还要需要反应时间 所以当牛门到了以后 它足足需要一秒多的反应时间 才能全力冲刺出去 当然冲刺的速度 还是比较惊人的 当然了 我只是在这种比较 接近极限的状态下 来测试它的整车 它的变速箱的这种潜力 日常外出郊游的时候 很少会有人像我 这么变态的去驾驶车 所以在日常行驶中 在这种乡间的度假当中 它对于舒适性的影响 倒不是很大 现在看来 昂克拉在这种 一般的齐驱的土路上行进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非常喜欢听 它的悬架在过滤震动时 传来的那种闷闷的咚咚声 很扎实 让人很有信心 那么接下来 我要给它找一个 稍微有点难度的 那么对于它来说 如果成功了 当然再好不过了 但是如果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毕竟它是一个城市SUV 我们不能对它 在越野上要求太多 好 就是前面那个 一个土坡 其实这个道路 说难也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因为毕竟对于 纯种的越野车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它这辆 城市SUV 我们平时外出的浇油 估计也就是 这种极端路况了 我们来看看 现在在颠簸 没事 还没有事 要上坡了 我感觉它的前手打滑 然后后轮突然转了一下 然后 就这么轻松的上来了 还不错吧 我觉得平时真的 我们交游的话 遇到的炉框顶级的 也就是这样了 因为坡再大的话 很可能你会上不去了 而且还会伤车 所以我觉得 它作为一辆城市SUV 通过性 完全没有问题 下面回过头来 再让我们看看这个小家伙 即便尺寸小 它也要展现出自己的气势 就像一只猫科动物 也许平时看上去很乖 但背不住什么时候 就挠了你的爪子 车头的层次感分明 别克的家族化标志 非常明显 而最让我感兴趣的 就是它那四个十八寸的大脚 就像它的大哥昂克雷一样 要的就是一种范儿 整体蹲似的 就像是一部小厂部 只是它车尾看起来 像是一个非常销瘦的人脸 所以为了把霸气的一面 展示给外人 以后停车 还是倒车入库吧 而它内饰颜色的搭配 我也很喜欢 虽然中路台 还是我们熟悉的通用布局 不过座椅和车门内板的 这种马鞍棕配黑色内饰 有着极大的反差 很提神 OK 车内空间展示时间 昂克雷的前排我基本满意 真的 以它的块头来说 我觉得前排的腿部空间 还有头部空间 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只是它的宽度比较窄 不到1800毫米 所以还是窄了一些 尤其是冬天穿的衣服 比较多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会蹭上 在前排呢 它的宠物空间 我觉得不是太多 这有两个背架 当然在它的副驾驶 这一块有两个手套箱 还算不错 只不过离驾驶席 稍微远了一些 还有呢 它的手刹 使用都是一种 J字形的把手 你在使用的时候 不是向后拉 而是向上提 所以初次使用 需要适应一下 虽然它的轴距 只有25555毫米 但是昂克拉 还是努力 引导出相当宽敞的 后排空间 我觉得 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 还是因为后排比较窄 所以坐两个人最好 坐三个人的话 那可真是 三个和尚 没水吃了 当然 整体车子 就这么大 更多的给了车内空间 所以 它的后备箱 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在正常状态下 它的容积 只有350多升 这么大 也就是说 放两个稍微大点的包 就已经满满当当了 不过 没有关系 它的后排座椅 可以放倒 我们看一下 由于我们之前 所测试车型不同的是 这一次 它是先将 这个坐地 向前翻起 然后 在边靠背 往下 那边 一样的步骤 好 这样的话 整个行李箱就平坦多了 这个时候 它的容积是1372升 虽然只能坐两个人 但是 它的定位不就是年轻人吗 这个时候 前面坐着小两口 然后后面 拉着他们买的东西 比如新家的装修材料 想一想 也挺温馨的 当它回到公路上 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它平稳 安静 在正常行驶的时候 你几乎感觉不到 发动机的造力 现在时速是100公里 发动机转速 只有2000转 而且它的全价 在刚才那种 非不装路面 它的表现就已经可全可点了 那么在这种路面上 一些细小的震动 还有颠簸 可以说 全被它拿下了 1.4地发动机 在时速100公里以下的时候 发发力还算不错 尽管有的时候 只要将转速升到5000甚至6000 才能获得你想要的加速度 但是它的声音 却并不难停 但是在时速120公里以上的时候 它的再加速能力 半天了 它的时速指针 才过了一点点 这时候就显得有些 气软又丝了 不过 还是它的变速箱 在降脑的时候 总是犹豫 我不知道它在犹豫什么 就像我之前在 吃点麦尔堡时候 说的那样 它在思考人生 所以在应急超车的时候 你明显会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对于这辆车 你最好要提前判断好车距 还有时间 掌握好驾驶的节奏 这样开起来才会舒服 我在想 那辆六速手动版的安克拉 它一定是一辆 城市游走的利器 而且它的定位不就是年轻人吗 我觉得年轻人 就应该选择手动的车型 况且那辆车 还有比我驾驶的这辆 自动顶配版 还有便宜不少 当然话说回来 这台变速箱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相比于我之前开过的 通用的一些车型 它的顿挫感可以说 消失的无影无从 总之这辆车 它开起来的感觉 和它的实际尺寸 我觉得并不大便 它开起来感觉 挺大 挺稳 但实际 它只是一个尺寸并不大的 小家伙 目前安克拉的定价 从最低配的十四万九千九 一直到我开的这款十九万六千九 可以说明显的将触角 伸向了肖克的领域 在未来 它还要面对国产的3008 我不能说安克拉 现在就已经胜券在握了 但是这辆车 它确实有它自己鲜明的特点 相比于肖克 它的外观更加的霸气 而且定价 也要稍微 更有那么吸引力一些 相比于国产的3008 它有AWD款可以选择 配置丰富 而且比起对手 国产之后的减配 它明显要更加有诚意 好了 到此为止 它的第一次灯台演出 已经结束了 再让它唱一首 我没什么意见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 快走快走 别路了 快走 快来 快来 一直晚上五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